多谢王爷 国师不必放在心上 方才换作是他人 我也会出面作证 当年白书因不见了以后 他就查到可能和容恒与顾颜诺有关 只是他没有确凿的证据 所以他对容恒和顾颜诺一向都是很冷漠 他听说了暗生堂拍卖三参花的事 感觉到景华似乎在针对容恒和顾颜诺 方才他用花生米谈顾颜诺足底 景华却出声吓唬顾颜诺 而顾颜诺的反应也的确是害怕蛇 国师 你怎么知道太子妃怕蛇 景华面色淡定 他就知道聪明的容卷会起疑 可他早有准备 女子胆小大多怕蛇 国师也是女子 可怕蛇 我当然不怕蛇 我是大夫 蛇可是两药 经常亲自抓蛇入药呢 京城有家蛇羹做得不错 国师要不要去尝尝 蛇羹虽美味 我却从不吃的 为何 太新了 不喜欢 容卷满心的失落 如果是白书一 他定人不会觉得太新 王爷问我这些话 也是因为你的故人 是 景华心里一跳 容卷为何如此关心他 竟然连他以前喜欢吃蛇羹都记得 王爷 抱歉了 我不是你要寻找的故人 无妨 我相信 总有一天 我会再见他的 那我就 祝王爷早日心想事成 恕我冒昧 国师和太子妃是有什么恩怨吗 为何不愿意把三生花给他治病 王爷觉得我应该拿出三生花给太子妃治病 不应该 王爷身为太子妃的皇叔都觉得不应该 那我和太子妃素不相识 又为何要把三生花给他 容卷无言反驳 他看着景华 曾经熟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眼前的景华和曾经的白淑英一样的聪明 伶牙俐齿 而且当今大秦 除了以前的白淑英 没有谁敢在他面前如此肆无忌惮的说话 国师说得对 受唐突了 王爷言重了 景华不想和容卷走得太近 不然他的身份早晚会被容卷发现的 王爷入无事 那我就先告辞了 哎 长姐 对不起啊 是弟弟 没有保护好你 和你无关 顾言诺心事重重 他今日和景华撕破了脸 以后再想从景华手里拿到三生花 那就更难了 他今天第一次和景华见面 却从景华身上感受到浓烈的恨意 燕青 你去查查这个景华的底线 是 张姐 哼 张姐 我下职以后就把今日之事禀告给祖父 只要祖父一开口 景华这个国师也当不了几日 景华深得皇上看重 就连太子殿下因为他都被皇上重罚了 让祖父来做这件事太过于冒险 不妥 那该如何 如今朝中有话语权的可不止我们祖父 弟弟要学会借力达力 哎 母依天下的梦想 今日出来真是倒霉透了 三生花没有拿到 还毁了自己的名声 燕青 你注意一下风声 一旦有人说我的坏话 立即杜绝 是 张姐 顾严诺回到太子府 早就得知消息的荣衡正在门口等他 荣衡被禁足了 不然他早就出来寻顾严诺了 诺儿 听说你受伤了 我的伤不打紧 殿下 诺儿给您惹麻烦了 您惩罚诺儿吧 他今日做的事传出去 丢脸的不仅是他 还有整个太子府 荣衡看到他这模样 哪里舍得惩罚他 反而是心疼得不行 说什么傻话 只要你没事 其他的都不重要 走 进屋我看看你的伤 顾严诺乖巧地点头 他就知道 无论他做了什么 只要他一委屈 荣衡立即就投降了 娘亲 我今天先换了一幅荷花 我画着画着 就发现了一个新技巧 娘亲 我今天的射程 又增加了一米 乱乱 雪儿真棒 但也别太累了 做什么事都要劳逸结合 只要你们健康快乐 娘亲就满足了 只要你们健康快乐 娘亲就满足了 是啊 娘亲 小赵 你今天有什么进步 娘亲 我今天多吃了一份糕点 这算不算进步 算 当然算 娘亲 您的小宝贝这么乖 您是不是要买更多的糕点 奖励您的小宝贝啊 当然可以 不过 你要是把前两天 我教你的剑术 完整地练一遍 我现在就让冷月姐姐 去给你买糕点 她一直在教三人练武 就算是再多的护卫 也不及三人自身会武功 京城鱼龙混杂 复仇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 她必须要保证三个孩子的安全 孩子们有武艺在身 关键时刻也能保命 但是 锦小钊只是对吃和玩感兴趣 她便用这种方式鼓励她 果然 锦小钊文言就拿起一旁的剑 我马上连给娘亲看 她身体胖嘟嘟的 却很灵活 虽然笔画不出神 却能笔画出形 锦画在一旁看呆了 她记得 当时就给三个仔仔演示了一遍 事后 没有见锦小钊练过 没有想到 她记忆力如此之好 竟然能记得这么多招式 不一会儿 锦小钊练完了 娘亲 我练得怎么样呢 非常好 弟弟 你真厉害 小钊 你如果再努努力 我都打不赢你了 你要坚持 哦 哥哥姐姐 练武很累的 我还是喜欢吃东西 你们好好练 有你们保护我就够了 锦小钊那可爱顽皮的模样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实在不忍责备她 第二天早上 锦画还在府上 陈公公就来请她了 国师 火儿晕倒了 怎么回事 咱们路上说 等到了新贤弟的寝宫 锦画已经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早朝的时候 沈丞相和南太傅两派建言 认为新贤弟封锦画为国师 不符规矩 顾太师一派倒是十分的安静 没有谁多言 沈丞相 南太傅 顾太师 这三人 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三个派系 几乎囊括了朝中所有的大臣 新贤弟一时 没有说得过他们 竟然被气晕了 锦画走近一看 新贤弟躺在龙踏池上 是昏迷的样子 可他一眼 便识破了新贤弟是装晕的 国师 快来看看我父皇怎么了 太医们都束手无策呀 国师 快来看看我父皇怎么了 太医们都束手无策呀 哼 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子 会什么医术 我看 是专门忽悠人的协助 齐皇子 你竟然让一个江湖骗子 来给皇上治病 你安得着什么心 锦画望向他 五年不见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亲手 高大 看似清正怜悯 实则道貌爱然 顾太师抱着双手 微微眯着眼 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丞相大人 太副大人 国师医术高超 不是骗子 锦画对眼前的景象 见惯不怪 五年前 大秦的朝廷就是风雨飘摇 如今更甚 内忧尚未解决 外患不断 而新贤帝一心追求的 是长生不老数 锦画现在的权力 还触及不到这些国家大事 他现在首要解决的是 在朝廷站稳脚跟 然后复仇 按照眼前的情况 沈丞相 南太傅 顾太师 是断然不会让陈公公去请他的 荣誉虽是皇子 却已抵挡不住 这几人的河宫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是新贤帝让陈公公去请他的 新贤帝在考验他 看他能不能破了这个局 想明白以后他没有作声 而是直接上前 为新贤帝把脉 住手 妖女想要谋害皇上 给我拿下 侍卫没有动 有的官员却动了 他们正靠近几话 我看谁敢动 方才还叽叽喳喳的沈丞相和南太傅 立即变得恭敬了 哦 建国王爷 我们也是为了皇上的安危考虑 你们把我皇兄气冤了 还说替他安危考虑 沈丞相 你这年纪越大 越不要脸 沈丞相满脸通红 哑口无言 他好歹也是百官之首 如今 为当着众人的面 卸了面子 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 可 他不敢公然得罪容卷的 锦化觉得 此时骂人的容卷 有几分别样的风采 甚何他意 他嘴角微微一卷 容卷没有错过 他脸上的表情 他也觉得莫名的舒心 还有谁想要阻拦 站出来和本王说话 大殿之内的数十人 摒弃凝神 无一人敢回答 国师 快给我皇兄瞧瞧 国师 快给我皇兄瞧瞧 锦化朝容卷点头 然后来到新贤地身旁 为其把脉 根据脉相和胸阔起伏判断 新贤地果然是在装云 他还是取出银针 像往常一样 给新贤地施针 国师 我皇兄怎么回事 皇上是气血攻心 即是晕厥 我施针以后 他很快就会苏醒过来的 果不其然 他话音刚落 新贤地就缓缓地 睁开了眼睛 皇上醒了 皇兄 你可有什么不是 臣该死 请皇上恕罪 新贤地微微眯了眯眼睛 他刚刚在装云之前 就给陈公公暗示 所以 陈公公才能这么及时地去请锦化 连太医给他诊治 他都不醒过来 只有锦化出手 他才会醒 他要用这种方法 让众人明白 锦化医术是最高的 他封锦化为国师 是合情合理的 他也是在考验锦化 看他是否足够聪明 身为国师 不是仅仅 只有医术高超就可以的 他也要让锦化知道 如果不是他维护着锦化 锦化就会被其他人排挤 这样才能让锦化 更加忠诚于他 是 国师救了朕吗 是 皇上 你们一群人在这里围着 只有国师一人能救朕的谬 朕封他为国师 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其他人默不作声 沈丞相和南太夫对视一眼 依旧不放弃 皇上 国师乃朝廷要旨 国师仅有一数就可以的 请皇上三思 南太夫也跟着附和 还请皇上对此人多番考察 让天下幸福 皇上 我大秦国是有考试的 现在在场的诸位 哪个不是十年寒窗 通过重重考试 才一步步步走到今天的 皇上 如果轻逆封此人为国师 恐怕 使人会效仿 专走那邪门歪道 来赢得皇上的青睐 从而得到荣华富贵啊 皇上 这个仙河 开不得呀 景华一开始任由他们哀嚎 是想看看他们的目的 看看他们能闹出什么动静来 可现在竟然开始骂他 他就不乐意了 沈大人说 我是歪门邪道 证据呢 沈大人说 我是歪门邪道 证据呢 臣说景门主 可以一眼就能看出 一个人的病症所在 还能预料人的生死 这不是邪术是什么 沈大人后背 有一个黑色的胎记 沈臣像满脸黑色 仿佛被众人扒光了衣裳看一样 尴尬得很 可他依旧嘴硬 哼 不知道景门主 是从哪里打探来的消息 这无法证明谣言是事实 过分了沈大人 沈大人胸口的骨头 有断裂的痕迹 看着骨头的愈合程度 应该是小时候受的伤 你 住口 沈大人 您抓紧衣裳也没用 只要我想看 你就是穿十件凹子 我也能看得见 哼 你 沈大人觉得 我方才说的可对 不然 我再多说几句 让沈大人判断判断 从今天开始 大家都知道 他身体的缺陷了 沈臣像横得牙痒痒 但他又担心 景华再说出其他不好的 连忙嚇住 你说的都对 南大人 我也给你看看 不用了 不用了 他可不想像沈臣像一样 在众目睽睽之下 暴露自己的缺陷 我记得刚刚 是谁冒我是妖女 是歪门邪道来着 景门主 堪当国师一职 方才误会了国师 是我误会了国师 景华目光横扫 见方才那些诋毁他的人 个个静弱寒蝉 生怕他说出什么 他们的缺陷来 哼 大家不必紧张 我平时看人 也和大家一样的 识别一个人的身体病躁 是极其消耗体力的事 除非为了治病 不然 我是不会用的 他的这种识别功能 像是一个开关控制似的 他如果不解释 可能人人都要远离他了 毕竟 谁也不喜欢 和一个一眼 就能将自己 看个透彻的人 走得太近 众人松了一口气 以后 他们再试图 针对景华 也得天亮天亮后果了 容隽看着景华 无比震惊 只是担心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景华身怀绝技 定然会让敌方不容 新贤弟一点也不担心 景华的安全 他现在 无比的兴奋 满脑子 都是长生不老的事 他已经在开始 冲进长生不老以后 他将会 过上神仙一般的日子 看来大家 对阵风景门主为国师 没有意义了 看来大家 对阵风景门主为国师 没有意义了 其他人默不作声 一直沉默的顾太师 却开了口 皇上 臣认为不妥 顾太师是三朝元老 他的话 新贤弟也会听三分 太师认为 如何不妥 景门主 有才是事实 但国师一职 他资历不够 朝中官职甚多 臣认为 景门主 医术高超 治兵救人 才能体现他的价值 他做一太医 再合适不过了 顾太师不愧是老金巨华 他见景华 展现了真正的本理 知道让景华彻底 从新贤弟眼前消失 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 他便退而求其次 若是景华 只做一个太医 他根本不会有什么实权 也影响不到他们 想让一个国师死很难 但想要一个太医死 却很容易 新贤弟觉得 顾太师说的在理 就忍不住点了点头 景华却不愿意 只做太医 实权不够 复仇遥遥无期 他要面对的 是当朝太子太子妃 是三朝元老的太师傅 他必须足够强大才行 但在新贤弟面前 他不能表现出 对国师之谓的渴求 只要心中有皇上 身处何处皆无妨 臣可以去做太医 但是臣认为太师说的不对 哦 国师说说看 太师说 臣资历不够 是瞧不起臣 臣认为 不是年纪大就懂得多 不知太师 可否敢与我比试 他此话一出 在场的人都忍不住笑了 他们在笑 他自不量力 当然 容卷除外 他眼里只有欣赏 他欣赏锦化身上的 那股傲气 倔强 国师有骨气 但和太师比 就免了吧 论医术 太师肯定比不过你 但其他方面 你就赢不了了 皇上过誉了 既然国师发出邀请 臣只有印象 顾太师眉眼轻轻一抬 今天这一战 他赢得太有脸面了 他都还没有出手 就已经赢了 不过 臣有一个条件 国师如果输了 臣要他手上的三生花 那是太子妃的救命要 这才是他今天的目的 锦化听到此话 嘴角浮起一丝冷笑 到此刻 今天这一场闹决的目的 终于出现了 关于三生花的事 新贤弟是知道的 之前 荣恒派人刺杀锦化 为的就是夺取三生花 国师 你为何不愿意 把三生花 用来给太子妃治病 皇上 三生花是别人早就 向我殿下的救命要 我也是按照别人的嘱托 合法所得 嗯 国师说得在理 顾太师一见就急了 皇上 臣也不全要 臣赢了 只要国师分一部位 三生花即可 这样也不会耽误 其他人的命 准了 就笔下棋 臣富贵 备急 谢皇上 别担心 放轻松 你不会输的 他和锦宇轩下过棋 知道锦宇轩的棋艺水平 锦化能交出锦宇轩那样棋艺 他的棋艺肯定不会差 和顾太师比 锦化未必一定会输 我也是这么觉得 国师 我是长辈 我让你 你先下 为了公平起 前 针鹏板决定吧 最后 结果是顾太师之黑子 锦化之白子 此时 顾太师手里举着黑子 嘴角 扬起得意的笑 他看着锦化 将手里的黑子 落到棋盘上 率先占据了有力位置 他已经想到锦化 会走哪一步棋了 可是 锦化没有走他想要的那个位置 而是走了一步 在常人看来 是死局的位置 刚刚开局 就是死局 这盘棋 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 结果已经出来了 顾太师嘴角翘得更高了 但是 他还是耐心地和锦化继续下着 他要让众人看看 他是如何碾压 嚣张的锦化的 不过三步棋以后 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顾太师的棋风是弓 他招招是杀招 他不想给锦化留余地 想要用最短的时间 让锦化输 方能显出他奇异高超 结果 他想错了 锦化比他更狠 更稳 他有功有手 让顾太师无路可退 也无法前进 方才还在窃窃私语的众人 现在 皆莫不作声 短短三步棋 顾太师的额头 就已经更出了细汗 他思考了半天 落下一黑子 正在他以为挽救成功 想要松一口气时 锦化却没有一丝犹豫 紧随其后 落下一颗白子 顾太师的心又提了起来 他额头冒出 黄豆般大小的汗珠 举着棋子反复斟酌 却不知该落在何处 锦化嘴角带着浅浅的笑 静静地看着顾太师 像是干蚂蚁一样 正凭他如何挣扎 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他之所以要和顾太师比 不仅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也是为了打击顾太师 过了好一会儿 顾太师又想处理一步棋 他正要落子 容眷却开口了 顾大人 你已经输了 顾大人 你已经输了 我哪里输了 我以为你想了这么久 能看出自己已经输了 堂堂太师也不过如此 你看似有活路 其实处处是死路 顾师已经把你的路 全给断了 无论你再想出多少招 都逃不掉输的结果 锦华心里忍不住感叹 容眷奇异真厉害 连他未出之招都看了出来 经过容眷的指点 顾太师恍然明白 他当真是说了 这 这不可能 不可能 顾太师 我知道你年纪大 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但 不是所有的事 年纪大就可以赢的 你说了 三参花我就不能给你了 他用只有他和顾太师 能听见的话音说 哼 你费尽心思 录这么大的局 不惜利用丞相和太傅 对付我 结果 却是一场空 这次为首和呀 你 顾太师满脸震惊 他没有想到 锦华竟然识破了他的局 他急火攻心 一口鲜血喷出来 当即晕倒在地 锦华看着顾太师 直直地向后倒下 他面色冷漠 抬眸 看了一眼顾太师眉心 他的生命时间 还未到终点 顾太师 暂时还死不了 真是遗憾呢 请皇上恕罪 他要以退为进 主动承认自己的错 新贤地健壮 就先吩咐太医 去救顾太师 接着问锦华 国师何罪之有 臣明知太师年纪大了 还邀请他鄙视 考虑不周全 国师不必自责 年纪大 难道就不能鄙视了 你邀请太师 他可以拒绝 但他却没有 这怪不得任何人 只能怪他 能力不够 心胸还狭窄 连一盘棋 都输不起 容隽在一旁看着 他观察着锦华 和新贤地的神态 如果新贤地 有生气的迹象 他立即就准备 为锦华求情 可锦华 只用两句话 就解决了危机 他随机应变的能力 远远超乎他的预想 锦华听着新贤地所言 头微微一低 无人能看见 他嘴角的冷笑 他太了解新贤地 他知道如何攻心 让新贤地不责怪他 等他再次抬起头来时 面上又挂起了内疚 臣听从皇上吩咐 顾太师做梦也没想到 他这三朝元老 在清醒时 被锦华气得吐血 昏迷以后 还被新贤地责骂没有本事 心胸狭窄 很快 在太医的救治下 顾太师苏醒过来 他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 告请化的状 国师方才故意欺骑微臣 方向微臣输了以后 国师用言语刺激微臣 他 他是有预谋的 言语刺激 朕怎么没有听到 你们方才听到了吗 没有 皇上 以后 若还有人胆敢在朕面前 提及国师能力不配位 格杀勿论 是 皇上 这一场闹剧终于结束 新贤地需要休息 就让众人离开了 恭喜国师 经此一事 皇上对您是更加信任了 还望国师 不要把我今天的话放在心上 以后我们同朝为官 要互相照顾 沈丞相看了一眼男太傅 眼神有些不屑 他见不得男太傅讨好景化 一个女人而已 这男太傅身为太傅 却低三下四地和景化说话 真是丢脸 说起来 我还要感谢二位大人 诶 国师此话何意 如果不是二位大人 做了别人的刀 在朝堂上主动对我开刀 又怎么会有后面的事呢 哼 你什么意思 沈大人 南大人 依照你们的智商 不可能看不出来 你们也是被人当枪使了 不过 也许你们真看不出来 说不定 你们是真蠢呢 你 沈丞相和南太傅 顿时勃然大怒 沈丞相 南太傅 顾太师 他们三人组成了一个天书阁 其中以顾太师为首 在三人之下 还有其他大臣 可以说 如果三人联合起来 就足以架空心贤地的 可见 三人权力之大 可现在 景化竟然敢明目张胆地骂他们 蠢 他们哪里受得了这个气 面对他们 景化没有丝毫的畏惧 他脸上带着冰冷的笑 想灭掉太师府 就要孤立顾太师 离间他们三人 沈丞相和南太傅是聪明人 紧紧瞬息之间 他们已然明白 他们是被顾太师给利用了 在今天之前 顾太师曾有意无意提及 新任国师会危及三人 在新贤地心中的地位 然后说让他们二人先出手 这才有了二人之前 针对景化的事 也是因为二人失败了 顾太师才站了出来 直到最后一刻 他才说出自己的目的 背的就是 要景化手里的三参花 所以 这个局 是顾太师为了三参花 把他们二人给利用了 二人相视一眼 心里都给顾太师记了一笔 景化见二人已经想明白了 他也不再多言 直接抬腿离开 到宫门口时 容隽追上了他 过师 王爷有事 你奇异如此厉害 师从何人 无名 无名 能教出你这样的高徒 对方怎么可能连一个名字都没有 不是 我师父就叫无名 他的所有本领 都是在玄门秘境里面学的 里面有一本奇谱 上面标注 奇谱乃无名所著 自然 他就把无名当做了师父 不知国师 可否愿意教我下写 不敢当 若王爷有空 我们可以切磋一下 互相学习的 可以 只要到时候国师别嫌弃我烦 不会 二人又并肩走了一段路 才分开 小姐 奴婢觉得 王爷似乎对您很好 冷月你记住 这世间 从来不会有无缘无故的好 尤其是像容隽这样的人 那小姐认为 王爷的目的是什么 暂时还没有想到 容隽太聪明了 得慢慢观察 是 小姐 奴婢会让人注意凌王动静的 小姐 这个月的往生泪 你还未收集呢 锦华摸了摸胸前的玻璃瓶 里面装着的是 能给他续命的往生泪 还没有遇到那个有缘人 二人说着 往锦院而去 此时 顾太师已经到了太师府 他将自己最看重的儿子和孙子 叫到了书房 也就是顾颜诺的父亲和弟弟 他将今日宫中发生的事 告诉了眼前二人 这警话是叮准了我们太师府 你们可有在外面招惹 不该招惹的人 父亲 您告诉过儿子 如今太师府正在风口浪尖上 儿子行事很小心 不曾招惹过人啊 祖父 清儿在这位置上 难免会得罪人啊 我和国师打过交道 他不像是我得罪的人 顾太师眉头住得更深了 他在朝中这数十年 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 此次和警话面对面交锋 他竟然察觉出了危险 你们出去吧 以后做事小心些 别被别人抓住了把柄 是 是 祖父亲 祖父 我长姐的救命要怎么办 先出去吧 哎 是 祖父 星儿 你别冲动 你长姐的病 你祖父会想办法的 爹 那不仅是我的长姐 更是您的女儿啊 您怎么 一点都不担心呢 哎 我担心也没有办法 哎 我担心也没有办法 总不能让我去国师府上 去抢吧 哼 抢又如何 只要能救我长姐 不说抢国师府 就是杀了国师 我也敢 你不要命了 没有听见你祖父说 要我们谨言慎行吗 国师如今是皇上看中的人 这个要 那个杀他的话 以后莫要再说出口了 哼 爹 您 您可真窝囊 您但凡有点骨气 我娘也不会 他竟顾涛低下了头 心想自己说的话可能太重了 于是就转移了话题 哼 您怕警话 我不怕 我的长姐 我自己来救 顾燕青说完 从顾涛身边走过 来人 主人 您有何吩咐 查警话 是 秦华在朝堂上把顾太师气得吐血的消息 不禁而走 传到太子府 荣恒正在陪顾延诺做话 这时 林善进来 将今天的事详细禀报 当听到顾太师吐血时 顾延诺手中的话笔 瞬间经落 我祖父可有事 太子妃放心 太师没事 已经救过来了 诺儿别怕 你先出去 打探到什么消息 立刻来报 是 殿下 荣恒又摟着顾延诺 好生安慰了一番 顾延诺的情绪才算稳定下来 殿下 画毁了 无妨 再画一幅即可 再画多少幅荷花 也无法代替 画这幅荷花时的心境了 殿下 锦画不死 我们的生活永远得不到安宁 这我当然知道 但要想杀锦画 太难了 殿下 您如今被困在府里 施展不开拳脚 得想个办法出去 弄儿可有好主意 殿下 过几日 皇祖母的寿臣就到了 我们可以抓住这个机会 你知道的 自从那人死了以后 皇祖母 就不待见我了 顾延诺抿了抿嘴 太后也不待见他 殿下 皇祖母再不待见我们 寿臣这么大的事 他也得顾及面子 好 还是诺儿聪明 你好好休息 此事我去办 第二天 锦画赵丽进宫 给新贤弟把脉 施针 皇上气色越来越好了 新贤弟 红光满脸 中气十足 他自己也明显感到 自己的体力 比以前好多了 就说昨晚在陈宫 他的爱妃可足足叫了半晚上 这可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 让他一下子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大小伙子 都是国师医术好 都是国师医术好 只是 朕始终年纪大了 不知国师是否有延延益寿的药 锦画知道 他能给新贤弟的东西中 这才是新贤弟最期盼的 一旦他说给不了 新贤弟可能会毫不犹豫地舍弃他 有 这延年益寿的药 使得多了 是不是可以长生不老 皇上 物极必反 凡事得循序渐进 不然后果很严重的 皇上 这药丸每日只能服一例 臣每日进宫 按时给皇上送来 新贤弟接过药丸 没有犹豫 一下子就塞到嘴里 并端起桌上的茶杯 喝了一大口茶 药丸从喉咙入味 过了一会儿 他便感觉到浑身暖痒痒的 整个人身体都飘起来一样 特别的舒心 真是好药 赏 谢皇上 国师 等几日洪汉书院的学子们毕业 你代表朕 去做总监考官 是 皇上 这时新贤弟 又在开始给他权利了 时针结束 他去见了荣雀 二人一起去军营 给将士们治病 将士们排好队 按着秩序 依次进入营帐 让锦化给把脉 看完便的将士 处理营帐 拿着手里的药方 都惊呆了 嘿嘿 兄弟 这药方 可是王爷亲自给我写的 你敢相信吗 怎么不敢 我亲眼看见王爷写的 我也有一张 嘿嘿 国师啊 刚刚给我把脉了 他真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子啊 这次国师要是把我的腰伤治好了 下次再上战场 我一定多杀几个敌人 嘿 国师啊 要是把我们都治好了 我们每个人都欠他一个人情 众人议论纷纷 脸上皆是喜悦 营帐内 锦化还在不停地把脉问斩 容卷除了低头血药方 其他时候都是在看锦化 冷乐化也少 屋里除了锦化和将士的对话 再没有其他声音 气氛很好 画面也很舒服 锦化看了一个时辰 一直没有停下来 休息一会儿 喝口水 他看了凌峰一眼 凌峰离开 过了一会儿 凌峰端着冰镇酸梅汤进营帐来 容卷接了过来 亲自给锦化倒了一杯酸梅汤 放在他面前 辛苦了 他们是保卫国家才受的伤 能为他们治伤是我的荣幸 锦化说完端起玉杯 喝了一口 酸梅汤看起来很美味 他却皱了一下眉头 怎么了 喝不来这个口味 怎么了 喝不来这个口味 太酸了 容卷眼里闪过一丝落寞 白淑英很喜欢酸酸甜甜的口味 尤其特别喜欢酸的口味 这个酸梅汤是他吩咐人事先调好的 他已经尝过了 如果是白淑英 这个酸味的程度刚刚好 他一次一次从锦化身上找答案 每次得到的都是失望 锦化将容卷脸上的表情 净收眼底 果然 容卷是在试探他 王爷 浪费你的心意了 林芳 将这拿走 重新拿不酸的酸梅汤来 是 王爷 王爷 不用如此麻烦 不麻烦 你等等 一会儿就好 锦化不再多言 趁这等的间隙 他又接着看了几个病人 下一位 果实 我就是常年腿疼 看了多少大夫 都不见好 锦化一直盯着老兵 老兵说的话 他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 他咬着牙 指尖微微颤抖 到了最后 他咬破了唇 才克制住自己的情绪 老兵说完话 见锦化不回答他 只是看着他 他觉得很奇怪 果实 是不是我的腿 您的腿没事 我能治 真是太好了 容卷站在一旁 看着锦化的情绪变化 心里已经渐渐有了书 一个人的习惯 爱好 容貌 都可以改变 但内心深处的感情 却很难改变 之后的锦化 再没有露出 一丝一样的情绪 他给老兵看完腿 便让他走了 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有 为了打消锦化的疑虑 容卷随口问了一句 你方才怎么走神了 方才这老兵的腿伤得很重 这么大年纪 应该休息了 竟然还在军营里面 我就有些伤感 容卷假装相信了 老兵的腿 是在一场战争中受的伤 有四五年了 我找到他的时候 他都奄奄一息了 锦化的心 像是一根弦 绷得紧紧的 他压制着情绪 不让自己有任何的异样 后来 我将他安排在我的军营里 我原本是让他休息的 可他不肯 我就让他在军中 做了一个伙夫 王爷体恤下说 有心了 国师 其他将士 我们明天再看 今天你太累了 我们去吃饭 吃饭就不用了 我要先回锦院 我的孩子们 肯定还在等着我呢 吃饭就不用了 我要先回锦院 我的孩子们 肯定还在等着我呢 带上他们一起 多谢王爷美意 孩子们太闹腾了 恐影响您的心情 不会 他们都很乖 有他们在 说不定我还可以 多吃一碗饭 人多热闹嘛 容卷说得很认真 锦化再拒绝 就是扫容卷面子了 看在容卷几次出手 帮忙的份上 他同意了 林峰 你去警院 接国师的孩子 是 王爷 王爷 林峰一个人去 可能接不出来 冷月 你陪林峰一起去 是 小姐 你一个人带三个孩子 一定很辛苦吧 不辛苦 有冷月他们帮忙 孩子的爹爹呢 怎么没有跟你们 一起来京城 锦化看着容卷 战神也是这么八卦的吗 容卷知道 自己问这话 有些过了 可是 他就是故意问的 因为他想知道 锦化看着容卷 气定神贤的模样 心里忍不住想笑 没看出来 容卷还挺会装啊 死了 死了 怎么死的 我克死的 什么 王爷 这可是我的秘密 你可得替我保密啊 这拔子相克 你也信 不过是些江湖道士 胡编乱造的 我当然信啊 因为 我已经克死了一个人了 都过去了 别想了 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是 王爷 王爷 我是 天香楼到了 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我就把店里的每道菜 都点了一份 王爷 这么多菜 我们肯定吃不完的 多浪费啊 那你就挑喜欢的吃 剩下的 我来处理 娘亲 叔叔 娘 见过王爷 快来 坐我旁边 席间 容卷没有吃多少 禁锢着 红三兄妹了 一顿饭吃完 天色尚早 王爷 多谢款费 改日我亲你 现在我们要告辞了 我送你们回去 娘亲 我们吃得太饱了 不想坐马车 我想走路回去 走吧 锦华牵着锦小钊的手 又伸出另外一只手 乱乱 来 娘亲牵着你 你再牵着哥哥 叔叔 我来牵你的手 赵赵 王爷不喜欢牵手 赵 王爷不喜欢牵手 其实 我喜欢牵手的 王爷 那就麻烦你 帮我牵着锦小钊 叔叔 进车哪里有好吃的 好吃的 你没有吃饱吗 吃饱了 如果有好吃的 我肚子可听坏了 他会自己腾出空位的 锦小钊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娘亲 我那么努力吃东西 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啊 多吃东西长高高 好保护娘亲 快点长大 赚银子给娘亲用 娘亲买新衣服 娘亲 您说 好不好呀 锦小钊歪着脑袋问 锦华能说不好吗 他还没有回答 容卷倒是先开口了 小钊如此有孝心 当然值得鼓励 想吃什么 叔叔带你去买 我知道新街 有一家糕点店 他们家新出了 很多糕点 不如 我们去尝尝 好啊 娘亲 我想用我的压岁钱 请叔叔吃糕点 可以吗 当然可以 叔叔 一会儿我请你 你想吃什么 告诉我 我给你买 好 那今天就让小钊请客 走 去新街 王爷 这样使不得 你让锦小钊自己下来走 让凌王给他抱孩子 明天早朝 就有人要参他一本 本王说使得 便使得 他当然知道 锦华在担心什么 可是他不怕 我不想连累王爷 你没有连累我 也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 就算有流言蜚语 那也是往我身上涨 伤不到你 一会儿晚了 高点店就要关门了 第二天早朝 朝臣禀报完所有的事情之后 新贤帝就准备下令退朝 这时有一言官上前 皇上 臣有事要揍 何事 臣要参国师 不守女德 损害皇室清裕 藐视皇室威严 此事从何说起 言官就把昨天锦化母子四人 和容隽的事 道了出来 李从杰 你当本王死了 王爷 还请息怒 臣知道您是被迫的 臣说的是国师 放肆 谁跟你说本王是被迫的 是本王偏要报国师的孩子 国师再三拒绝 本王强行报的 皇兄 臣弟见国师的孩子活不可爱 心下喜欢就报了一下 这可有不妥 没有不妥 皇上 每天除了进宫 就是在府里陪孩子 凌王何事和国师 走得如此近了 就昨天 凌王请国师去军营 给将士治病了 皇上 国师来了 快请 紧化给心贤弟试完针以后 就直接出了宫 门主 今天早朝 有人参了你 哦 谁 李从杞 我记得 李从杞是顾太师的人 是 他是顾太师的门生 门生啊 就是不知道 顾太师被自己的门生 从背后捅了一刀 是何感受 属下 这就去安排 凌王今日护我 踏着他若有难 今天这个琴 就还了吧 是 门主 你就是国师 是我 你是 童云生 童大将军的女儿 锦化以前的至交好友 一别五年 再次见到童云生 锦化 却只能装作不认识 我 童云生 像 实在太像了 锦化此次回京 除了担心被容俊识破身份 还有 就是眼前的童云生 前者是因为太聪明 后者是太过熟悉 童云生曾说过 无论他变成什么样子 他都能一眼认出他来 可为了自己 也为了童云生 他不得不做戏 童先生 你这样盯着我看 是不是很不礼貌 国师美若天仙 我一时没有忍住 就多看了一会儿 还请国师别见怪 国师 还请您别和童先生计较 他是无心的 宋子传 我的事不用你管 锦化嘴角微卷 这一对欢喜冤家 还是和以前一样 见过国师大人 走吧 考试要开始了 国师大人 您没有话交代我们吗 三位是第一次监考 不是 那不就对了 一切按照规矩来 那不就对了 一切按照规矩来 童先生 麻烦走前面带路 童云生还想走在后面 仔细观察锦化的 可他一听 锦化要让他带路 不得不走在前面 他心里暗想 也许真是自己多疑了 如果是内人 他怎么会不认识路 他摇了摇头 心里隐隐难过 锦化看着童云生的背影 内心充满了内疚和心疼 他听说 五年前 他被荣衡打入天牢以后 童云生去天牢见过他 不过 有荣衡的人在把守着 童云生没有见到他 后来 他被丢入乱葬缸 传出了死的消息 童云生发了疯似的找他 如今近在咫尺 他却不能和童云生相认 他一旦和童云生走得近 必定会引起 顾言诺和荣衡的怀疑 他不能连累童云生 童云生突然回头 正好看到锦化不自然的表情 不过也只是瞬间 锦化的表情已经恢复如常 有事 不是大人 前面有门槛 您小心些走 锦化文言心里苦笑 果然啊 童云生还是怀疑他了 小时候他顽皮 走路经常不看路 时常被门槛半倒 见童云生盯着自己看 锦化故作不满 童先生 再耽搁下去 就凑过考试时间了 是 锦化是来坐镇的 他二话不说 就坐在了讲台上的椅子上 面色严肃 顾言语 立即停止答卷 行什么 就凭你作弊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作弊了 顺其大支野语 顺好问而查而言 隐恶而扬善 直起两端 用其中语名 其思以为顺乎 此话为何意 我怎么知道 这是考卷上的问题 既然你不知道 你又是如何写出答案的 顾言语低头一看 锦化手指的地方 正是他刚刚问的话 下面写的密密麻麻的答案 他刚刚只顾着抄答案 哪里还有心思去记问题 面对锦化的质问 他哑口无言 顾言诺作弊 考试作废 取消毕业资格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祖父是太师 长姐是太子妃 哥哥是都头 你敢得罪我 是想死吗 哼 连你祖父都不敢 这么跟我说话 你算什么东西 佟先生 把他作弊的东西找出来 谁敢动我 锦化伸手 点了他的穴道 佟云生在他的身上 很快搜出了一张小纸条 上面密密麻麻 写满了答案 证据确凿 顾言语再难狡辩 带走 过了不久 书院山长的随从来请锦化过去 锦化来到山长的房间 一进屋就看见了几道熟悉的身影 长姐 哥哥 就是他 就是他污蔑我抄袭 不知山长寻我何事 国师 顾二小姐没有抄袭 我方才检查了一遍 那纸条上所写内容和考试内容无关 国师 我知道你对我不满 但是你也不能迁怒于我妹妹呀 哼 你仗着国师身份 回我妹妹前程 改当何罪 你们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可以作证 过言语就是抄袭了 山长 那张纸条是我交给您的 纸条上面的内容 为什么会变得不一样了 童先生记错了吧 你给我的纸条就是这张 没有变过 你 国师 我方才带着顾言语过来 山长借故将我拦在门外 肯定是趁这个间隙 他们调换了纸条 童先生 话可不能乱说 童云生还想反击顾言诺 被锦话给制止住了 山长 我看看这纸条 狗山长事意随从 把纸条递给锦话 紧换一看 原先作弊的内容 已经换成了一首诗 你是不是又要问我 纸条上面写的是什么 我背给你听 说完 他便将纸条上面的内容 背了出来 一脸得意 我就说了我没抄袭 你污蔑我 跟我跪下道歉 这纸条 你是何时写的 几天以前在府里写的 一直随身带着 你平时用的墨 加了茉莉花 是又怎么样 顾言语还想要说什么 就被顾言诺给打断了 妹妹 国师问什么就答什么 吊包的手段如此拙劣 真是丢人 这纸条 一切是顾言语写的 不过 是他刚刚在这里写的 噓口喷人 你凭什么诬陷我 我要杀了你 锦华看了一眼冷月 冷月走过去 点了顾言语穴道 顾言轻想要反击 被顾言诺的眼神制止 这张纸条上面 散发着竹筋的香味 和狗山掌身上的味道一样 顾言语作弊的纸条上面 带着的是茉莉香味 很显然 这张纸条 是顾言语方才临时 用狗山掌的墨写的 如果你们觉得不服 可以请汉林院的人来鉴别 我手上的纸条墨迹才干 根本不像是顾言语说的那样 已经写了好几天了 国师 这只是你的推测而已 你没有任何时政 是吗 那我就证明给你看 那我就证明给你看 既然国师如此笃定 那我就静候国师的证据了 国师 他们刚刚就是在里面这个房间 调换纸条的 搜 国师 我身为书院身长 你没有经过我同意 就擅闯我屋子 是不是太过分了 本国师做事 用得着你同意 过礼一会儿 等月出来 小姐 找到了 里面有纸碎屑 有纸碎屑 又能说明什么 太子妃是心虚了 冷月 拼起来 很快 童云生和冷月一起 把纸碎屑给拼凑完了 就是这个 这就是顾言语作弊的证据 顾言语 你还有何话可说 小姐 国师 你为了欺压我太师傅 真是煞费苦心啊 景化静静地看着她 看她能说出什么花样来 这所谓的纸碎屑 是你事先准备好 让你的侍女带进去 撕碎了 升进植楼里面栽赃我妹妹的 对 就是这样的 太子妃这几年 生病深傻了吧 这上面的笔记 只要请汉灵院的人来一鉴定 就知道是谁的 你以为 顾言语能逃得掉吗 国师如此多才多艺 想模仿我妹妹的笔记 也不是男士 既然如此 那就请汉灵院的人来鉴别吧 人 本王已经带来了 林大人 开始吧 是 王爷 林大人动作很快 不过一会儿就有了结果 王爷 这纸碎屑上面的笔记 是出自二小姐之手 我说 不是我 小姐救我 顾言诺直起身来 一个耳光打在顾言语脸上 没有想到你真的作弊 顾言语 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顾言语 自己做的事自己承担 不要连累到别人 什么叫做自己做的事自己承担 刚刚不是你让我这么做的吗 是你向我保证我会没事的 明明是你 顾言语 顾言轻力喝一声 打断顾言语的话 就在这时 顾言诺口吐鲜血 面色惨白 竟然晕倒了 讲解 快去找大夫 顾山长 如今真相大白 顾言语该如何处置 开除 永不录用 什么 不是只是取消考试 不能毕业吗 因为顾二小姐你不仅作弊 事后还拒不承认 甚至企图销毁证据 惩罚加倍 顾言语一下子贪软在地 王爷下官也是被迫的 您看 此事归国师馆 你该问国师 狗山长 跟我进宫见皇上 狗学人 朕让你做山长 你却欺上瞒下 寻思王法 恍了臣知错 臣再也不敢了 臣富贵 逆旨 隔去狗学人山长一旨 永不录又 是 皇上 狗山长知道 磕头无用 直接趴在地上 鼻涕一把 眼泪一把地哭了起来 新贤弟哪里管他死活 吩咐侍卫 直接把他给拖走了 顾二小姐无视校规 公然作弊 甚至企图销毁证据 现余意开除 永不得再入学 顾言语贵趴着 身体都抖圆了 为了太师傅 他一个人承担了全部罪责 但顾言诺和顾艳卿 还是被斥责了一番 顾言语作弊一事 到此就告一了段落 国师 此事你做得很好 都是臣应该做的 过几天就是太后寿臣 这一次负责寿宴的是德飞 你也代表朕去帮忙 是 皇上 事情办完 紧话也没有多停留 直接出了乾坤店 一些顺利吗 顺利 王爷怎么会在这里 等你 王爷 今天的事多谢你帮忙 无妨 但你要想请我吃饭感谢我 那我也接受 好啊 不如就现在吧 王爷可有空 当然有空 顾言诺是在太子府醒过来的 她听秋香说了顾言语 和狗山长的惩罚 真是活该 都要毕业了 竟然还去作弊 太子妃 依照奴婢看 二小姐因为这事 怕是已经记恨上您了 随她去吧 我早就提醒过她 只要她安分守己 她就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如果她要作妖 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 说到底都怪国师 不然二小姐这次 肯定能考得很好 区区国师不足挂齿 秋香 你去给沈青青传个口信 就说我请她喝茶 是 太子妃 顾言语回到太师府 等待她的是顾太师的满脸冰冷 她很识趣地跪下 祖父 羽儿她已经知错了 您别生气啊 顾言语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向皇上替你求情 顾言语头一不敢抬 只摇头 我嫌丢人 身为读书人 不好好读书竟然做出作弊的事 去祠堂跪着 向列祖列宗忏悔 是 祖父 你们都走吧 是 顾氏父子二人离开以后 顾太师的心腹 从暗处走了出来 主人 您要去求情 皇上兴许会免掉二小姐的惩罚 不可能 皇上是故意要我难堪 你以为我们皇上真如表面上那样昏庸 他让锦化做国事 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太师府 金父不知如何接话 找的大夫可有消息了 大夫很快就进京了 这一次定要不惜任何代价 医好太子妃的病 是 主人 很快就到了六月二十八 太后寿臣 臣见过德妃娘娘 不必多礼 国师这么早就来了 此作 谢娘娘 臣想着来早些 看有没有能帮娘娘分担的 国师是皇上的人 本宫哪敢让你做事啊 你安心歇着便好 寿宴的事我都安排好了 是 娘娘 傍晚 锦化再次入宫 他直接来到洪德殿 这是给太后办寿宴的地方 咦 这不是国师吗 听说你在协助我姑姑 给太后娘娘办寿宴 怎么这么早就在这里来坐着了 这还看不出来吗 德妃娘娘没有看得上他呗 我可是听说了 德妃娘娘没有事给他做 他丢了脸面 早早的就从宫里出去了 就是不知道 现在怎么还有脸来 我要是他 就老老实实地在家待着 省得出来丢人现眼 冷月 长嘴 冷月抬手一个耳光 打在沈青青脸上 你敢打我 锦化 我不会让你好过 冷月一把揪住 沈青青青的衣礼 将她提起来 重重地扔在椅子上 想让我家小姐不好过 得先问问我同不同意 你们在做什么 国师 你为何要打沈三小姐 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身为太子妃 理应主持公道 是吗 那我倒是要问问太子妃 沈青青 辱骂德飞娘娘 该不该打 我没有骂德飞娘娘 太子妃 你要为我做主啊 南五小姐 你就在旁边 你听到了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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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注意 她这事 谁也不得罪了 沈青青看向南玉烟 震惊 不解 愤怒 南玉烟慌忙低下了头 顾颜诺脸色更白了 她倒是没有想到 南玉烟是如此反应 锦化冷笑 她倒是要看看 顾颜诺如何收场 就在顾颜诺 不知怎么办才好的时候 德飞到了 国师 这是怎么回事 沈青青说 娘娘您瞧不起沉 不给沉活干 害沉丢了脸面 所以沉之前 才早早地出了宫 沉听她诬陷娘娘 气不过 就动手打了她 太子妃是来帮沈青青的 她认为 沉打错了 太子妃是来帮沈青青的 她认为 沉打错了 请娘娘为沉做主 娘娘 儿臣不知道事实是这样 儿臣错了 太子妃说话做事 还是要三思啊 是 娘娘 沈小姐 本宫做事是你能智慧的 娘娘 国师愿望臣女 臣女真的没有说您 你还敢狡辩 你难道没有说 本宫看不上国师之类的话 臣女是说了 但 闭嘴 既然沈小姐还不知错 看来是不想继续参加宴会了 娘娘 臣女知错 臣女再也不敢了 德飞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影响太后的心情 给了沈青青教训 她就转身离开了 你以为你赢了是吗 难不成 是你赢了 你等着 我跟你没完 随时奉陪 沈青青一甩袖子 带着满腔怒火离开 青青 你听我说 南玉燕 我真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 南玉燕不知该如何解释 一时愣住了 此时 店内的人越来越多 参见太后娘娘 太后娘娘 千千岁千千岁千千岁 参见皇上 吾皇万万万岁万万万万万岁 平身吧 谢谢太后娘娘 臣妾公主太后娘娘 福如东海 好 德飞辛苦了 太后娘娘 这是云大师亲自雕刻的玉如意 臣妾公主太后娘娘 事事趁心如意 云大师 就是 离江乌山的云大师 是 快给哀家瞧瞧 云大师出手 皆是精品 前经难求啊 太后侍女 接过盒子 打开瞬间 太后面前仿佛浮现出一道柔和的光 嗯 真是云大师的作品 德飞 有心了 都是臣妾应该做的 皇上 德飞 如此用心 已可得 好好夸夸她 是母后 德飞 朕今晚去陪你 是 皇上 德飞 去坐着吧 是 太后娘娘 孩儿公主太后娘娘 寿比南山 这是孩儿为您求的天灵草 瞬间 殿内就炸开了锅 天灵草 传言 长于万年不化的雪山之爹 有延年益寿的功效 价值连城 太子 此等宝物 你何时寻得的 父皇 儿臣近两日才寻得 金贤弟心里当即不高兴了 这么好的东西 荣衡第一时间 竟然不想着献给她 而是送给了太后 太后的寿臣每年都有 送其他礼物 难道不好吗 而且 她是天子 她更需要这天灵草 可是 她这些不满 却不能表现出来 她堂堂一国之君和太后争东西 传出去不得丢死人 哈哈 横尔有心了 白家 记着你的好 快去坐着吧 是 太后娘娘 荣衡一回头 视线扫过众人的脸上 当即发现 锦画在冷笑 她当即就不爽了 她的直觉告诉她 锦画正是在嘲笑她 国师 你在笑什么 是不是觉得 我送的礼物 入不得眼 太子殿下 可真是有自知之谜 国师 你羞辱我 我尚且可以原谅 但你竟然敢侮辱太后娘娘 真是该死 还不跪下 给太后娘娘认错 皇上 您还在这里 太子殿下 有权利越过您 直接处置臣吗 新贤弟因为天灵草的事 心里正对荣衡不满 此时听了锦画的问题 他刚好寻到游头 教训荣衡 太子 你当朕 不存在 儿臣不敢 好了 国师 你方才说的那话 是何意啊 你给哀家解释清楚 国师 你方才说的那话 是何意啊 你给哀家解释清楚 不然 哀家绝不轻饶 太后娘娘 那天灵草 是假的 假的 清化 你胡说八道什么 国师 你确定 是 是皇上 臣十分确定 回答哀家的问题 太后娘娘 真正的天灵草 是七片叶子 太后娘娘手中的是地灵草 只有六片叶子 因二者极为相似 所以 一个取为天灵草 一个取为地灵草 天灵草是宝物 而地灵草 则满地都是 在乡村 这地灵草 是给猪和牛吃的 清化解释完 殿内鸭雀无声 你上来 你睁大你的眼睛看看 这难道 不是七片叶子 不是 太后娘娘 您用手 轻轻拉一拉 那片泛黄的叶子 太后照做了 她伸手一拉 那片泛黄的叶子 直接就掉了下来 她惊讶又愤怒 又继续去拉其他的叶子 可是 那些叶子 却是长在筋上的 稍微一点力气 是无法拉掉的 这是怎么回事 太后娘娘 这是行儿费尽心思 为您求的礼物 行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太后娘娘 肯定是国事搞得贵 对 就是她的错 太子殿下 您可以无知 但是 却不能愚蠢 太后娘娘 这片假叶子 是那些无良商人 用纸画好以后 粘贴上去的 天灵草极为珍贵 寻常人见都没见过 只有从叶子的片数 做最基本的鉴别 可是 一般人拿到天灵草 会被视为珍宝 是不会用手去扯的 所以 这以假乱针的叶子 很难被人发现 太子殿下无知 不识天灵草可以理解 但 明知天灵草是假的 还不承认 甚至 怪罪到我头上 便是愚蠢 随恒 你可知罪 太后娘娘 请恕罪 行儿也是被骗了 行儿是无心的 太后娘娘 您息怒 行儿向您保证 一定重新再寻一次 一定给您一株 真的天灵草 不必了 你出去 哀家 不想再见到你 太后娘娘 太后娘娘 行儿也是被人蒙骗的 不是故意的 求您宽恕行儿 太后娘娘 此事都是诺儿的错 天灵草是诺儿 从别人手中购买的 殿下毫不知情 太后娘娘要罚 就罚诺儿吧 好啊 原来 你们是何起火来骗我 这老太婆呀 滚 都给哀家滚 顾严诺一听 太后骂得如此难听 直接气得晕死过去 诺儿 下面坐着的顾燕青坐不住了 就要冲上前去救人 却被顾太师一把按住 别冲动 祖父 我自有办法 太后娘娘 今日之事千错万错都是太子妃的错 还请您息怒 臣这就带太子妃走 太后冷哼一声 没有说话 紧化轻轻一笑 今天这天灵草一事 够荣恒和太师父好好喝一壶了 国师 你方才离得那么远 如何一眼就能看得清 这天灵草是假的 她后娘娘 臣的眼睛可看穿万物 方才臣便是透过盒子 发现了这天灵草是假的 那你为何不一开始就说出来 偏偏要等她收下礼物 获得质保以后正开心事才说出来 她怀疑 请化是故意让她难堪 毕竟是她让新贤弟把荣恒放出来的 太后娘娘 臣原本是想事后在私下向您禀报的 可当时太子殿下问臣了 臣不得不说 太后 国师是无辜的 如果不是国师指出 您吃了假的天灵草 后果不堪设想 太后想了想 的确如此 便不再追问 只是 请化这一双眼睛着实厉害 就是不知道 这眼睛挖出来 长在别人的身上 是不是也如此厉害 嗯 退下吧 是 太后